今天6月25日,是北京动物园的熊猫胖大海福星的6岁生日 前不久,北洞刚给蒙宝和蒙玉双胞胎姐妹俩办过生日会 今天当然也不例外,这一次轮到胖大海了 今天一大早,奶妈们就开始忙活了 切胡萝卜和水果,洗大笋,不仅给胖大海准备了丰盛的生日大餐 还给他精心布置了一个主题派对 胖大海的生日趴的主题元素是星星 这是因为,胖大海的大名叫做福星 奶爸奶妈们给大海放置了两个轮胎玩具 上面分别写上海阔天空,福星高照 把胖大海这个外号和他的大名福星都写进了祝福里面 胖大海的生日趴处处都体现出了星星的元素 满场悬挂的果冻都是做成五角星的形状 要说最懂胖大海的,还得是北洞的奶爸奶妈们 他们在胖大海的生日大餐旁边放上他最喜欢的胖大鱼玩具 而且,仔细看,胖大海的生日蛋糕 就是他自己抱着胖大鱼的造型 奶爸奶妈们精心布置好之后,就轮到主角出场了 今天北京的气温很高 来看胖大海的人却一点也不少 都排着队来给大海庆祝生日 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 大海慢慢地走出来 好奇地观察着今天的变化 接着就开始享用起生日大餐了 前些天萌宝萌遇过生日 在隔壁的萌兰萌坏了 看着妹妹们生日餐是又急又气 今天弟弟胖大海过生日 萌兰学聪明了 采取了眼不见心不凡的措施 没有去隔壁的一边看热闹 只是安心地躲在角落里吃着自己的大笋 据说,有熊过生日 北洞的奶爸奶妈妈也都会给其他熊熊分一些枣子 也算是分享生日 所以,萌兰今天也分到了枣子 要不,这家伙看见别人吃好的 又要生气跳脚了 不过,再过十天 就轮到三太子生日了 萌兰的八岁生日派对 会有什么热闹的场面呢 而且,萌兰的生日7月4日这天 同样也是她的同父一母妹妹和弟弟和花 和叶的生日 萌兰身在北京 花叶姐弟住在成都 相信7月4日这天 肯定是个热闹的日子 想了解这天的动态 请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哦